关心的就是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监听风暴 台北地检署为了要厘清这个监听案 除了要约谈检查总长黄世民之外 也不排除会以证人的身份来传唤总统马英九道案说明 而马总统今天在接受广播专访的时候说 绝对配合也愿意出庭和黄世民当面对职 总统会不会出庭作证呢 总统 关售案演变至今 马总统公亲辨识主涉入泄密争议 被检部排除传唤马总统道案说明 根据法律的规定国民有作证的义务 因此如果检查机关有这个需要我会配合 但是检查机关跟你们联系了没 关于这个具体个案我不便表示意见 强调绝对配合 只不过黄世民两度出入总统寓所 第一次在8月31号晚间8点半 黄世民向马总统报告官说一事 马总统甚感震惊 送走黄世民后 随即要求行政院长江一话 及总统府副秘书长罗志强 入狱所商讨对策 三人决定尊重检方调查 还有不理解之处 9月1号再度请黄世民报告 9月6号到9月28号 总统也陆续和黄世民通电话 只不过没有录影录音为证 就不怕被外界质疑指挥办案 行政不法的调查 让他俯首称臣 然后在立法院里面替你指唤 你为什么不这样做 我没有这种智慧 申诉的期限还没有到 王院长既然强调他没有官说 我觉得他更应该利用这个机制 在党内进行申诉 要王金平寻申诉管道自清 加上即将在国庆大典碰面 马王和解有没有谱 马总统表示自己一贯立场不变 司法官说绝不退让 只不过马总统口中的大是大非 现在似乎变成大叔特殊 马总统上第一线受访 试图灭火 但接下来怎么突围 外界都瞪大眼等着瞧 雨点TV胡锦涩正熙台北报道